新年到來 中國信託舉辦公益日 散播溫暖 散播愛 由兄弟棒球隊攜手多位高球女將和民眾玩遊戲互動 讓現場充滿歡樂氣氛 而活動的重頭戲是球星小物競標拍賣 看板球星彭正銘一拿出洽哥練習山 球迷們喊價可以說是比快D 其中本日最狂粉絲出現 面對兩萬三的金額 直接喊出Double翻倍四萬六 成功收獲恰哥貼身小物 就滿感動 因為這個球迷我在很多次的那個競標 意賣會這樣都看過他 那相信每個球員都希望自己的東西 能夠讓更喜愛自己的球員 然後去收藏 然後讓他更有價值 設定就是以恰恰的背號二十三 我們就直接就是四萬六了 一定是倍數啦 就是這樣子標上去 也無上限 從看球賽就很喜歡他 然後我們也是因為他才回來再繼續看棒球的 一件T恤四萬六 哥買的不是衣服 是對偶像的敬佩還有滿滿愛心 看到人氣王表現這麼驚人 讓首次參加的王威誠開了眼界 另外要說特別小物 展紫賢這款行李箱也有滿滿回憶 不論是廠商或者是生活方面 對啊 所以他給我經歷過刻苦耐勞的日子 就想說送給球迷一個比較 就比較有意義的東西 這次好像不錯的一個可以留在下一次來使用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參加嘛 所以希望如果有機會之後 還有辦法參加這個公益活動 求新求迷齊聚同樂 在活動的尾聲 中信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估重量也加碼捐贈一百萬 讓本次公益總金額上看千萬 畫下圓滿據點 未來要繼續用行動發揮影響力 點燃生命之火 YTV新聞兩位汪明妍採訪報導